世界 生命天使用来创造新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雪村里的傻袍子 小张 小李 明天我就带你们到雪地里痛痛快快地玩一场 我们这里好玩的东西多着呢 狗拉雪橇 冰车都很过瘾啊 冰车 那是什么 很好玩吗 冰车才不好玩呢 我前几天从上面摔了下来 现在屁股还痛着呢 你这个傻袍子 谁让你那么驾驶冰车 那样不摔下来才怪呢 爸 你不能叫我傻袍子 大叔 你们这里经常说傻袍子傻袍子的 傻袍子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我过去查过字典 我就记得上面写着袍子 肉可食 毛皮可做入垫或皮革 没错 袍子的肉可口美味 它的皮毛温暖无比 我们这里到了冬天的时候 大家都会躲在温暖的屋子里不愿出门 可一旦有袍子出现 大家便会立刻拎着木棒出去捕猎 这都是因为它们的肉和皮毛的缘故吗 这只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它傻 容易捕捉 你们这里经常说傻袍子傻袍子的 那这袍子有多傻呀 这么说吧 就算你拿着棍子来到它面前 它都不知道逃跑 你说它有多傻 它真的会傻到这种程度 当然了 在我父辈的那个年代 山林里的袍子很多 但是到了我这代 袍子已经很少了 等阿青到我这个年纪 估计再很难看到袍子了 这都是因为它们太傻的缘故 那现在呢 还能看到袍子吗 别说你了 就连我都很少看到袍子 真可惜 我还想看看这种傻乎乎的动物 长什么样呢 这就得看你和袍子的缘分了 在我小时候 每当下这么大的雪时 生活在山林里的袍子找不到食物 便会跑进村庄的院子里寻找食物 那时候 我们经常会在院子里捕猎它们的 它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没错 唉 这些袍子真是傻得可以啊 哎呀 有什么东西跑进院子里了 哈哈 是一只袍子 你们可真幸运啊 这年头能遇到袍子 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然而这只袍子 发现拎着棍子的父亲后 并没有逃走 他似乎不明白即将要发生什么 正睁着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 袍子真是傻 要是换成狐狸早就跑了 小张 你看那袍子的眼睛 多么地清澈纯洁 就像这白雪一样 他似乎觉得 在这个雪白纯净的世界 不可能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是啊 他的思想真是太简单了 伤害这种动物 真是有点残忍 哎呀 这家伙还挺灵活的嘛 这个家伙真是个傻袍子 怎么还不跑啊 或许他还不愿意相信 面前的这个人 真有伤害他的恶意 他这么善良纯真 还是不要伤害他了吧 傻袍子 你快逃啊 哎呀 你这个傻袍子 你在干什么 我不是傻袍子 爸 他那么纯真善良 你别伤害他了 你知道什么 我们家的房子 要重新翻新一下 这需要很多钱的 这些年袍子的价格飞涨 我们要是捕猎到这只袍子 那翻新房子的钱 可就没问题的 现在可好了 你倒把它吓跑了 好了 不要埋怨阿青了 既然山林里还有袍子 那我们再想办法 把它引来 抓住不就行了 对 这么大的雪 袍子在山林里肯定找不到吃的 到时候 他还会跑进村子里来的 父亲为了捕猎住那只袍子 他在院子里 古草堆里 撒上一些豆子 想用美食 将饥饿的袍子 给吸引过来 袍子 快来吧 这里有好吃的豆子哦 阿青 劝劝劝你父亲吧 别让他伤害袍子了 他哪里会听我的 要是我再劝他的话 他会拿木棍揍我的 阿青 你盯着外面 我先睡一会儿 快看啊 袍子 袍子又来了 阿青 怎么办 赶走他 不能让我父亲伤害他 这袍子可真是不设防啊 见了我们竟然还不跑 傻袍子 快走吧 快走啊 是啊 傻袍子 再不走 你可就没命了 傻袍子 快走啊 这个傻袍子 怎么还不走 傻袍子 快走啊 这个家伙 终于跑了 我们赶快 把他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给清理一下吧 否则要是让我父亲看到 可就糟糕了 这三个年轻人 跟随着袍子的脚印 一直来到了 旷野处一块低洼的林子里 看来 他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 是啊 我们把袍子留在这里的脚印 也给清除掉吧 否则村里人发现脚印后 一定会进入这里面找他的 嗯 这下他应该安全了 就怕他傻乎乎的 再跑进村子里找食物 这要是让村里人发现 他可就没命了 是啊 我去拿一些古草 放在这片林子里 有充足的食物 他就不会往村子里跑了 为了保护这头袍子 阿青每天都会抱着一些古草 放在林子里 有了食物 那头袍子果然不再往村子里跑 你们俩真的想玩冰车 他肯定不会再进村子了 这座山也太矮了 冰车一下子就滑下去 时间也太短了 要知道冰车下滑的速度那是非常快的 稍一大意就会翻车 这段距离已经足够了 那片树林不就是袍子生活的地方吗 没错 你们下滑的时候可得小心一点呢 一定要掌握好方向 要是掉落到那片山林可就糟了 放心好了 我们会小心的 好吧 那我们就出发吧 哇 太棒了 真是太刺激了 来 我们再来一次 你们俩就在这里玩吧 我得回家准备古草去了 最近院子里的古草少太多了 要是让我爸发现可就糟了 我也回去帮你吧 我们准备好古草后再回来玩 好吧 小张 那就麻烦你留在这里看着冰车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 没问题 你们去忙吧 你可别自己在这里偷偷摸摸地玩啊 没错 你一个人可不能在这里玩哦 万一出了危险 可不是闹着玩的 放心吧 我不会玩的 你们赶快回去吧 我等你们回来一起玩 同伴走后 小张等得很无聊 于是他自己忍不住 拉着冰车爬上山坡玩了起来 真是太刺激了 哎呀 不好听啊 怎么办 小张就这样昏倒在这冰天雪地里 雪村的冬天异常寒冷 如果 他得不到及时救助的话 很可能被冻死在这里 哎呀 小张呢 这个家伙一定是自己玩冰车去了 可是山坡上根本没有他的身影啊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不会吧 我们赶快到其他地方找找他吧 阿青 你看 那是不是小张的冰车呢 是啊 他可能是掉进那片树林里了 啊 那这下该怎么办呀 我们赶紧回村子里 找人帮忙 得赶快找到他 如果他真的掉下去摔晕了 那可就糟了 他会被冻死的 阿青很快便带着村子里的人 来到了那片树林里 寻找掉落在那里的同伴 小张 小张 你在哪里 你确定 他跌落在了这里吗 看冰车的痕迹 他很可能掉落在这里 天气这么冷 得赶快找到他 否则 即便没被摔死 也会被冻死的 你们看 那里有头袍子 好久没看到袍子了 现在他的价格可不便宜 让我先逮住他再说 啊 袍子在帮他保暖啊 如果不是这只傻袍子 在用体温温暖着他 小张还有可能会被冻伤的 是啊 我们都叫他傻袍子 其实他并不傻 只是太天真善良了 这样的动物 我们应该要好好保护他的 嗯 众人将小张及时送到了医院 由于袍子一直用身体给他热量 小张并无大碍 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谢谢你袍子 谢谢你救了我 丧子的海豹 在南极 生活着很多海豹 它们那一身漂亮保暖的皮毛 足以抵御那里的低温 然而一些偷猎者 却以猎杀海豹 谋取暴力 他们真是太可爱了 哎呀 尼克 你看那里还有几只小海豹呢 这些小家伙可真漂亮啊 是啊 小海豹的皮毛非常的滑顺 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美丽 这也是偷猎者特别喜欢捕猎小海豹的原因之一 我也听说了 据说偷猎者最喜欢捕猎 那些不到三个月大的海豹 处于哺乳期 还没学会游泳的小海豹 皮毛是最好的 价格非常昂贵 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小海豹 再来到这个世界没多久 便惨遭杀害 真是太可怜了 没错 那些偷猎者实在是太可恶了 为了金钱 什么残忍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尼克 你看 他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都跑进海里去了 是啊 他们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 尼克 你快看 那里有偷猎者 正在猎杀海豹 这只小海豹的毛皮 真是不错 绝对能卖个好价钱 大哥 我们要是带着猎枪该多好啊 那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抓更多的海豹了 用猎枪击杀他们的话 会留下弹孔 那样的皮毛可就不值钱了 可是用木棍的话 我们在捕捉一只海豹的时候 剩下的就都逃走了 这样收获也太少了吧 这也是没办法呀 这些野生海豹是很胆小的 遇到危险后跑得飞快 所以我们捕捉海豹 不追求数量 追求的是精品 尼克 你看 那只海豹是怎么了 别的海豹都纷纷逃走 那只海豹怎么快速冲回来呢 我想 它一定是那只小海豹的母亲 当她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杀死后 悲愤欲绝 所以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哎呀 那她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行 我们得帮帮她 今天的运气可真好啊 竟然还有海豹自己送上门来 海豹 赶快过来吧 我们正等着你呢 没打到 哎呀 这只海豹疯了吗 竟然还想攻击我们 看我的 你们这些混蛋 赶快给我住手 可恶 这里竟然还有别人 不管他们是谁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的好 对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那些偷猎者真是太可恶了 为了金钱 他们竟这样肆意杀戮 我们应该为这些海豹做点什么 对 我们得帮帮他们 可是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我想拍一部纪录片 让更多的人 看到这些可爱又可怜的海豹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了 等大家都拒绝购买海豹制品时 也就不会有人伤害他们了 对的 那我们就一起为他们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从那天起 尼克和保罗便开始了 拍摄海豹纪录片的工作 为了更好的 将海豹生活展现给大家 尼克准备用水下摄影机 在水下对那些海豹进行拍摄 尼克 水下拍摄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 更何况这里还是难及 你自己下水拍摄太危险了 等我感冒好了 我们一起去拍摄 至少彼此还有个照应 保罗 你就安心留在这里养病吧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你放心好了 我是去拍摄海豹 又不是拍摄鲨鱼 它们温和的呢 我不会有危险的 尼克你可不要大意啊 海豹平时是很温和 但是如果它们发起怒来 也是非常可怕的 尤其是在海水中 我们人类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我只是拍摄海豹 又不曾伤害它们 它们怎么可能会发怒攻击我呢 你放心吧 等我回来以后和你一起分享 它们在水中生活的美妙画面吧 好吧 但你还是要小心点的 会的 我会注意安全的 在南极的海水中 全副武装的摄影师尼克 携带着水下摄影器材 在冰冷的海水中 拍摄着海豹 不行 距离太远了 根本拍不清楚啊 看来我得离它们近一点才行 这些海豹实在太怕生了 一遇到人就远远的躲开了 看来要想近距离的 拍摄到它们在水里生活的样子 真的好难啊 真是太棒了 这只海豹竟然朝我这里游过来了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哎呀 这不是那天朝着偷猎者发起进攻的那只海豹吗 天啊 它不会是来攻击我吧 在人烟稀少的南极水中 遇到一只凶猛的海豹 可不是闹着玩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境 尼克一下子被吓傻了 但很快 他便定下神来 强烈的使命感 让他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鼓起勇气继续拍摄着那只冲过来的海豹 完了 这将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拍摄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只是想吓吓我 给我来个下马威吗 不过幸运的是 我今天拍到了绝妙的镜头 能够在水下如此近距离 拍摄到海豹生活的画面 可不容易呢 好了 我也该回去了 哎呀 他怎么又回来了 咦 他嘴里叼着什么东西 这只海豹究竟在想什么呀 他好像是在教我如何捕抓猎物啊 我明白了 这只海豹一定是把穿着潜水服的我当成了一只小海豹 他这是想给我鱼吃啊 他又要干什么去呢 难道还要继续给我捕鱼吃吗 天啊 他果然是又去给我抓鱼了 这只海豹将嘴里的鱼快速地送到尼克面前 不但试图让他吃下去 甚至还示范怎么个吃法 他这是在干什么呀 难道想把鱼塞进我的摄影机里吗 天啊 这个家伙是把我手中摄影机的镜头当成我的嘴巴了 看来这个家伙真的是把我当成小海豹了呀 看来他又去给我找食物去了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再见了海豹 保罗你知道吗 今天我在海里遇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吗 什么事情 你快看我说一说 看你兴奋的样子 莫非找到了海里宝藏 你们听我说完 一定也会感到非常吃惊的 整个过程就是那样 我猜那只海豹心里一定在想 这个家伙太没用了 连身边的鱼都不会抓 看来很快就会饿死了 尼克 看来你还遇到了一只热心肠的海豹 我也有点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那只好心肠的海豹了 我想它或许是把我当成了它的孩子 保罗你知道吗 这只海豹就是那天我们救下来的那只母海豹 难道它之所以一次次的将鱼摆放在你面前 难道是为了报恩 这怎么可能啊 尼克穿着潜水服呢 它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呢 你说的没错 它是不可能认出我来的 我想它应该是把我当成了一只小海豹 这位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便将母爱传递给其他的小海豹身上 海豹都如此有爱心 而我们人类却为了赚取金钱 而对他们进行杀戮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没错 希望我的这部纪录片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从而不再购买海豹制品 让这些可爱的海洋精灵自由自在快乐地生活着 嗯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奥弥陀佛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 印在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 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 小灾难 所以大家 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奇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马奇的功德 佛陀佛 扑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为了祈愿 全国疫情 能7月26日 解除三级警戒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即日起 发起观音法门 线上供修活动 并于7月28日 适逢农历 6月19 观音菩萨成道日 特于此殊胜日举办 观音法会 暨共万灯 祈愿活动 恭请广护法师 带领大众 一同诵经 点灯 回向世界疫情 早日结束 在观音法会 来到之前 大家在家 用功修持 可以送 普门品 或心经 大悲咒 也可以念诵 观音菩萨神号 大众齐发大悲心 祈求疫情 早日结束 每日累计 持送次数 透过线上供修 凝聚众人善念 待观音法会 当日一起 总回向 功德更加殊胜 请大家一起 提高防疫警觉 遵守防疫规定 减少群聚 之后会随时配合政府政策更改 随时公告周知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地藏菩萨 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亿被 生命殿市 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暨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 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8日 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 胡伟镇 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释迦摩尼佛的前世 曾经有一世 是一只身上拥有 九种绚丽色彩的鹿王 一天 当他在恒河岸边 吃喝着风美的水草时 突然看到 泛滥的河流 冲来一个人 这个即将溺斃的可怜人 抱着一根木头 在波浪中大声喊着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啊 九色录听到了 溺水人的呼救声 便奋不顾身地 跳入恒河 游到溺水人的身边 对他说 你不要惊慌 快爬到我的背上 双手牢牢地 抓住我的鸡脚 我会把你再上岸的 就这样 溺水人被救上岸了 他惊魂未定之余 连忙向九色录道谢 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我愿意做你的奴骨 从此以后天天服侍您 九色录说 你不必特别报答我 只希望你 不要告诉别人 我所住的地方 以免人们贪求我的皮毛 鸡脚将我杀害 溺水人听了 只好满怀感激地回家去了 然而 在溺水人所居的王国中 有一天 皇后目见了一只 美丽的九色录 皮毛绚烂多彩 鸡脚也是那么的雪白而高贵 相当讨人喜欢 这么美丽的录 真想将她的皮毛 拿来做成褥子 皇后梦醒后 整天想着这只九色录 竟然因此郁郁管欢 就这样病倒了 国王看到皇后病倒非常担心 再三询问之下 才知道皇后想要九色录的心事 心疼爱妻之下 国王马上召告全国 之前的那个溺水人 听到国王的重赏令后不禁心声贪念 只有我知道九色录居住的地方 只要告诉国王这些情报 我就发财了 那头九色录也不过是只野兽 活着或是死了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 溺水人便向国王 禀告九色录居住的地方 国王听到后很高兴 就对他说 这情报真是太好了 你赶快去将它捕捉来 我一定会实现诺言 溺水人自信满满的回答说 陛下您放心 我一定可以为您捕获九色录 然而话才刚说完 他的脸上竟立刻长满了癞窗 溺水人有点害怕便对国王说 禀报陛下 这只九色录虽然是兔手 但它有着巨大的神威啊 请您派遣人马和我一同前去捕捉 于是 国王便派了大批军队人马 与溺水人一同前往恒河边 此时 九色录正在熟睡 并没有听到军队接近 一觉醒来 早已被前冲包围 没有办法逃走了 九色录见状便跪在国王面前问道 大王 是谁告诉您 我居住在此 国王手指身边的赖面人说 就是他 九色录转头看了看赖面人 不由的流下泪来 悲伤的对国王说 大王 这个人 前些日子 落入洪水中 几乎就要淹死了 我当时不顾自己的安危 跳入极流中将他救出 此人却是这样的忘恩负义 没想到 我救了人命 反倒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国王听过九色录的哭诉后 心中非常惭愧 也对逆水人忘恩负义的行为感到相当气愤 于是便下令放了九色录 并向全国发下召令 从今以后 谁如果伤害了这只九色录 我就要诛杀他的虎竹亲赎 受到国王斥责的逆水人回到家中 不久就全身溃烂的死去了 从此以后 陆群就开始聚集到这个国家 无忧无虑地在原野林泽中游戏 使用丰美的水草 因为爱护森林的关系 这个国家从此也物产丰烛 活泰民安 最自卑的佛法教室 正在生命电视台 最自卑的佛法教室